人民日报关注到了中国的网购新时尚 说网络购物在全球成了一种新时尚 网络消费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不仅购物网站经营人力发展 竭力的在发展自己的产业 政府也为网购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文章说在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采取多种措施 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网络购物因为快捷方便选择性多这些特点 成了拉动消费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另外网购还能追踪出其他中下游行业的发展 比如说快递业 所以许多部门积极给予网络购物许多的支持 比如说技术上扩大网络覆盖的范围 提升网速 加大对购买电脑的补贴 发展通信技术措施等等等等 因为网络购物本身有很多的优点 再加上相关部门锦上添花 未来网络购物肯定是强势的力量 为经济发展会做出很多的贡献 再来 再来